就是那我昨天去做睫毛 我就说阿姨 平常的款式就好 OK 然后她就说 我们最近出了一个这个新的睫毛 就是看起来比较翘 比较持久 你要不要用 然后我说 我也用腻了平常的款式 可以来一个不一样的 然后阿姨就说好 因为它看起来很浓 我就帮你少接一点 我就说好没关系 接完之后 长这样 就是那我昨天去做睫毛 as you can see 我觉得这种时候呢 我就说阿姨 平常的款式就好 OK 然后她就说 我们最近出了一个这个新的睫毛 就是看起来比较翘 比较持久 你要不要用 然后我说 好啊 you know 我也用腻了平常的款式 可以来一个不一样的 然后阿姨就说好 因为它看起来很浓 我就帮你少接一点 我就说好没关系 接完之后 长这样 hello 说好不浓 那阿姨就说 没有啊 现在过年了 我都送你了 要买个子 阿姨 然后重点是 因为我说 我要那个新的款式 right 价格直接变得变 阿姨坑我钱 我看我这么没聊 没讲是 我原本好想说 它就是琥珀啦 我已经说服我自己了 后来我们发现 干啥 啊啊啊啊 哈哈 不是我故意要欺负美甲师 各位老铁 是蟑螂吧 甲蟑 刚刚本来以为 磨过之后 就会好很多 变成化妆的蟑螂 老铁 这是写实的蟑螂 这是 磨砂鬼 化妆的蟑螂 啊我看我这么没聊 没讲是 我原本好想说 它就是琥珀啦 我已经说服我自己了 后来我们发现 看看磨过的 霧面的会不会比较好 诶更像哦 咖啥 conclusi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